聽到首席聲響 提醒民眾倒垃圾時間到 清潔隊員執行公務 每個站點都會給民眾緩衝時間 但就是這樣成了被檢舉目標 不是被檢舉紅線臨庭 就是並排臨庭被開單 這是清潔人員的日常 明明是執行時刻 卻還得吃上罰單 讓他們有苦難言 只好事後再出示相關資料 進行消單 但這一來一回 讓第一線清潔人員實在好無奈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們車輛都必須要靠邊市民 他認為說 就是我們擋住他的路的那個動線 司機常會收到罰單 有時候司機還是自己去繳了這個錢 明明就在執行當中 警方卻要開單 部分垃圾車司機乾脆 鼻子摸摸自認倒霉 但不只罰單要繳 還因為違規紅單被寄過處分 直到申訴之後 才能撤銷寄過 新北市的罰單的測單率其實高達兩成 執法上可以更加嚴謹 基層的勞工朋友 他們真的要去做所謂的罰單申訴 是有難度的 進行舉發的第一現場 沒有辦法馬上判斷 所以他必須給開單 連警車都一樣 事後舉證 如果你是執行公務 當然我們就去測單 向檢舉的民眾來詳細的說明 我們是依法來開單或測單 基層質疑 警方為了業績拼拼拼開單 但新北市警局強調 民眾檢舉未開單 恐怕涉及賭職 回統領各分局告知檢舉民眾 車輛正在執請公務 別讓第一線清潔人員 明明為公眾忙碌 苦還得往肚裡吞 三立市員李維廷 好才好嗎